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阿里阿多莉 今天要來講日本買房子 你猜我一瓶多少錢 一瓶多少錢 我一瓶四百萬日記耶 其實跟我們家差不多 然後我又來講一件很嚴肅的事情 就是因為這個人呢 其實他很幸運 你買的時候是因為有人 房貸沒過嘛 對 我們在找就是中國的時候找到 我就一直覺得看不到喜歡的 然後就想說不然我看一下新房子好了 然後就突然看到我 我現在住的這個地方 就是他Cancel 所以他就有人取消 然後他已經蓋好了 就是其他人都已經交屋了 然後我就覺得哇賽 機不可失 就去看 去看了當天我就跟他定 哇你真的是超新的 因為我看了很久 預售物我跟你講 如果你是要正常買的話 超級累的 所以我就先在網站上登錄 我要哪個區 什麼什麼 然後怎樣幾平米以上這樣子 然後他開始就會告訴你說 欸有新物件 有新物件 然後馬上就按資料請求 要求見上記資料 見上資料什麼都沒寫 就畫一個很漂亮的圖 然後每次這樣長一樣 他只告訴你在哪一個站 的幾分鐘 他年糕確切地點 對他不會告訴你 不講 確定也不講對不對 然後價錢也不講 如果是賣剩他就跟你講 可是如果是剛開始賣 首先他就跟你說 就說 來跟我們討論一下吧 這樣來跟我們商談一下 一開始的時候 我都比較消極一點 然後就發現 你如果... 約不到 對 你如果不他說 他記那個給你說 我們哪一天哪一天 開始商談什麼時候 開始預約他 你不在那天預約 你就... 是不是很... 很累耶 對啊 然後我就只想 我就學得乖了 他告訴我什麼時候 他開始預約 我就馬上就預約 預約 一開始的時間 對 欸 我要買房子 我還找他 不是他來找我耶 然後他們會有那個叫做 就是各個建商 他在各個地區 有他們的那個小分工 所以他裡面有樣品 業務還來結洽 這樣子 因為你要買幾個 你就要看幾個 對 沒有任何重建 你每一個建商 你都是要自己跟他喊 超麻煩 我在想 你會認為你還太挫折 這件事情都把我快要瘋掉了 說當該和客戶談生意的場合 買房時業務 會在此時提示房子金額 也可趁機參觀樣品屋 他們叫做Long Simulation 對 然後會有 他是PRE 就真的直接 他們現在是用一個Tabletto 然後他會跟你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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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叫 然後你要給他你的 年收資料 什麼什麼的 因為你如果 不通過這關 你就沒有辦法 訂這一間 你如果要下訂這一間的話 你就要先證明 我老娘 會買得起 對 我跟你講就是 我的這個房子 就是被取消那個人 他就是 但是他在這個PRE的這個 process是過了 所以他訂了這個房子 但是他在這 還沒有交屋之前 他換工作 他真的是一個傻子 他真的是一個傻子 所以真的不能換工作 他換了一個工作 而且是就是 比他原本的那個工作 要小很多規模的 他的本審查就是 真正要 貸錢給他的就不借 所以他就 借不到錢 他就被取消了 然後就輪到你 對 終於OP得利 真的很可惡 是一個教訓啊 對 因為我們 其實Logic religion 看的不是你銀行 存款的餘兒多少 是看你年收 然後日本人 大家都知道 公司的年收 是為每一年增加的 然後每一年 每個公司的他的年收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所以 他們就是信你 這個公司 對 他不是信你 對 他不信你這個人 然後他去的新創 他其實基本上 年收 就譬如說他有股份 應該是會增加 他們要幹老托車 他會覺得你新創會倒 住宅 loan 就是房貸 房貸正式申請是在交屋之前 在簽約預定前 則需要模擬房貸 稱為 Long Simulation 然後接下來第四步就是 簽約了 就是我們直接簽了 我還沒有建好 可是我已經簽約了 已經賣身了 我已經賣身了 在那之前有些人會被說要籌錢 喔對對對 有一些是要籌錢 你看日本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還要求他賣房子 還要求他賣給你 我自己的經驗是我的 因為你知道嗎 我學乖的時候 我很快 就跟他們說 抽那個商談回去 抽第一個 感覺很有誠意 然後那個條件也OK 他就會覺得 好那我這間 就是覺得我就是要賣給你了 所以他就有跟我保證說 我不會籌錢 但他那天還是很誠懇難 然後說 立場恭喜你 你沒有要賣錢 我說好 然後就這時候一定要付一成 鐵茲基金 對就 一成很多欸 對啊 因為 就 我們還是不要講整個 不要講整個好了 我是去年的 十一月 左右前人 那我明年四月才要蓋好啊 所以是一年以前 以前一年半左右 就是想說自己上班的時候 會寫慣 對 鐵茲基金指買房契約成立時 買方向賣方支付的定金 如果買方擅自解約 則必須放棄此一費用 我就有遇到一個很雷的見商 喔其實 你那時候在看的時候 我就很有名 對啊 我那時候就覺得啊 糟糕 他叫做open house 常賴自言 他廣告打超兇的 廣告費超多的 曼熊是一個叫做open residential的系列 他們都在建在都心 對 然後小小的 就地段一定是好的 都建很多小的 然後可能會只有一棟或兩戶 是大可以住比較多 就是只有兩家庭 對 因為我就是看都心嘛 所以一開始也覺得 欸他們那些 就是價格會比 其他大建商 看起來便宜 那個我記得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是什麼 好地方 然後我建議你坐下來那天就說 不好意思 Lisa已經賣掉了 他就是掉了 對 然後他就開始跟你說 欸可是我們接下來的project 有這個 有這個 而且你一旦有電話 喔他超級會打電話來的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 也是再聞進去一個別的他們的manchon 然後我就因為這個manchon 我就跟他約了之後 結果那個人就說 欸Lisa 我跟你說 就是中午黑啊 現在我們有賣剩下一戶的 最頂樓 然後 就是最大戶的 這個 這個價錢 然後我可以幫你殺價 什麼什麼的 就這樣 就這樣 可是因為老實說 那時候我就覺得 中午黑 欸也是很想住欸 中午黑也是個好地方 但中午黑 我跟你講他很賤喔 他寫中午黑 他寫故事 他最新是居澤大學 然後 他中午黑要走15分鐘 你知道 欸他們說走15分鐘 就是以我的腳 怎麼要走25分鐘 差不多 對啊 因為我們都走比較慢 我本來真的有想要買 可是那個人就是 他太清潔 他就是說 好那我今天為了要幫你跟社長殺價 那你現在先付個10萬塊 哇 欸我跟你說 世界上沒有這樣幾個建設上是這樣做 所以open house真的很屌 欸 沒有那個明目的 你知道嗎 你付個10萬塊我幫你預約下來 事實上是不能做這件事情 然後 他後來我就付了 然後後來 啊你就付了 他有開那個流食秀給我想說 應該不會回不來 然後他就 後來就說 啊恭喜你 我覺得那個社長長得很 又恭喜我 大家都很愛恭喜你 他也不過在便宜500萬 你知道嗎 還是一樣很貴啊 就是一個很貴的東西 然後我想說你到底是看我不起還怎樣 那我覺得 不相信我 後來不要賣 不要賣就好了 為什麼有一種就是 我是在求你賣給我的感覺 因為他就是已經賣給我了對不對 可是他把那一個很漂亮的隔間放上去當廣告 他想要要人 就是我一開始看到那種有一個一樣的道理 對 然後他說關於廣告的事情 可能我要請我的部長那裡擺放給你 我想說為什麼 而且這件事情就不關你的事 你部長會跟你說明你可不可以再來 是我想說我到底要去你們幾次啊 為什麼你要放廣告 又要 我還會被你招來換去這樣 我就變超生氣的 然後我就跟我男友抱怨 然後我男友大概覺得 欸這是個好時間 他就說你就自己打 然後跟他說你不要了 然後說好那我不要 然後後來那天他回家 然後就跟我說你打了嗎 我說沒有 我說好了我來 好帥喔 然後他就寫了一封信 然後那封信就是日本人很會寫 一個大罵人不帶張自信 對 然後把對方弄得超級惶恐的 然後不好意思 都是我的錯誠 要先上去 然後跟這件事情 我原本就滿解決的 然後十萬塊的退款給我 然後我就不用買了 喔然後還有 我就稍微講叮嚀一下 因為日本的那個 禁忍突然被拘捕 其實滿多 日本跟鄰居族發生爭執的狀態上 大部分都是因為招音 就是有小孩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被隔壁投訴 我遇到一個我的朋友 他是駐封桌桃嘛 然後其實他只有一個女生 好啊發其實很吵 隔音不太好 對 好啊隔音不好 然後他其實只有一個小女生 眼睛不太吵啊 但就隔壁的夫婦就特別的就是很peaky 所以他們是那種他就會這樣子敲他 蛤好可怕 對就是可能他覺得他太早就敲他 欸那個壓力非常非常大 我那個朋友後來就搬家了 因為他受不了這個每天都在那邊跟你敲 所以可能就會去讀洞 而且他們會 他就是搬到別的媽媽 怎麼這麼愛討厭 因為他們會一直不停地跟你complain 然後我另外一個同事就是有兩個小孩 然後也是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後來就搬到讀洞 對就比較好 對就是如果要有聲響的時候 因為日本人好像真的對聲音很敏感 因為他們平常就是太安靜 然後平常在家裡也都沒有人撿掛 喔對啊就是假的 就是安靜的像沒有存在的聲音一樣 而且台灣的每一棟比較大一點啦 所以其實不會真的這麼近 對啊然後他們一棟都那麼小小的 然後才這樣子的隔肩啊 對啊就是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問題 好累的一個國家 好累的國家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問我們 問我們一下 我們就是會盡力的回答 好那今天就聊到這裡啦 來吧 拜拜